寒流再度报道 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了 今天白天感受还不是最冷 是今天傍晚开始温度会明显的下滑 预估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最冷的 北部平地低温下滩到6到9度 苗栗以北也有9到10度 而中南部则是13到16度 气象局表示虽然这波寒流不比上周强 但是体感温度上差异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这波寒流水气比较少的关系 降雨以北部东部山区为主 而12号开始全台会转为干冷 因此想追雪的民众 不妨把握今天到明天清晨 这段时间会比较有机会 明明西雨 路上行人纷纷撑起散来 新一波的寒流11号再次报道 繁文以后会逐渐有感 根据气象局资料显示 这波寒流从11号开始 一路冷到13号清晨 11号完间开始 中部一倍只有6到9度 南部下滩9到10度 东部稍微暖一点 但也只有11到13度左右 至于沿海空旺地区更冷 温度最低只有4度 其中由于12号整天到13号清晨 感受最为明显 所以说呢 在周三的清晨 再加上辐射冷却的加成作用之下 预计会出现比较广泛 以及比较偏低的气温 在这一波 就是气温上面略为比上一波 比较没有那么低一些 这波寒流来袭 高山降雪的几率不如上一波高 气象局表示 由于11号到12号清晨 北部东半部地区水气充足的关系 北部1500公尺高山 例如桃园拉拉山 以及中南部3000公尺的玉山 和欢山还有机会降雪 12号白天开始 冷空气转干 因此全台各地降雪几率变低 3号以后温度逐渐回暖 在气温跟水气的条件配合之下呢 从今天的傍晚一直到明天清晨 都是有机会出现降雪的 目前周六会有下一波的 冷空气南下影响我们 目前强度的话可能接在 大陆冷气团甚或是更强的强度 气象局预估下一波冷空气周六报道 至于是否提升为寒流等级 则要持续观察 记得邱玉婷成议论台北采访报道